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在家休息的时候不小心把前额给撞伤了 发生一个小意外 不过呢 阿姆说没什么大问题了 也不需要到医院去处于伤口 不会留下疤痕的 请大家放心吧 荧幕前帅气男主 事业中的拼命三郎 阿姆近期在家休息时发生了小意外 前额裂开一大道口子 近日阿姆在接受采访时 谈及自己这次的受伤 他说是因为休息不够 才会发生了这个小意外的 因为伤口不是很严重 所以只是擦了药 让伤口自行愈合 也不会担心留疤 听了阿姆正说 本孙们就放心了吧 既是受伤了 但丝毫没影响到 男神帅气的脸庞呢 希望我们的明星在平时努力工作的同时呢 也要好好地休息 注意身体健康呀 我们再来看一下关于性感女星 BOO的消息 BOO在接受采访时表示呢 目前还没有做好准备和 护伤男友结婚 此外呢 在工作方面 今年夏季会派性感写真 本师们又有眼福咯 当红混选女星BOO 与护伤男友 NOTE相恋多年 关于两人的婚事 自然也成为网友们谈论的焦点 最近BOO受访时 透露男友已经和自己谈论婚事 但自己害怕婚后会影响工作 所以还没准备要跨入婚姻殿堂 工作方面BOO透露说 今年夏天会拍摄性感写真 甜蜜的说 男友NOTE很支持自己的工作呢 我们真希望BOO能尽早和男友 手牵手不如婚姻的电堂 最后一条新闻 就是关于Alec和Joy的了 他们俩在接受采访时 否认了经常一起同台 大秀恩爱的传闻 尽管大家很希望 两人能在作品上 有更多的合作 但是目前呢 他们说暂时还没有电视剧方面的合作哦 尽管情人节已过 但仍然有很多 成山成队的情侣档 同台活动秀恩爱 Alec和Joy自然也是其中一对 不过频繁的出席活动 也让网友们纷纷指出 两人这同台活动的频率 是否也太高了点 他们在受访时否认这一说法 称目前只有两个活动 是一起出席的 所以并不算多 此外他们还吐露说 两人合作的MV 也将于粉丝们见面 随后也疑慌地表示 在视剧方面 暂时没有合作的机会 是否有点减暂时 不是不减暂时 这就是第二次的工作 但是我们很正常的 但是我们在线上的工作 我们已经在线上的工作 但是我们已经在线上的工作 但是我们没有在线上的工作 合作的机会总是会有的 只是时间问题了 大家一起期待吧 好了 以上就是我们今天 太八卦日播资讯的 全部热辣新闻了 如果想知道更多泰国娱乐资讯 就不要错过我们的太八卦日播资讯 下周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Sawadikop